大家好 我是卓克哥 最近呢我听很多朋友都说起我 说我现在出名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出名是什么概念 我就问了 你们都知道我喜欢看我什么视频 有说喜欢看我吃的 有人说喜欢看我喝的 有说有些人就说看我实在 其实你认为钢戈实在吗 钢戈其实老不实在了 你知道吗 偏偏想入歪点子 好了有些人看我的视频还说解压 我就说了解压在什么地方呢 不管了反正人生吗 你活在这个路上 你学东西 你学道理 要想做事先学做人 如果你连人都做不好那这事估计 就做的不咋地了 看到我身后这辆车美 这就是我的坐骑1910 在我们视频开始之前我跟大家说说主题吧 我们这是 主题什么 我也不知道说啥主题 主要是有人看我的视频说解压 那我就想想了 行了 来给你解解压吧 有时候呢 每期视频我都会给大家讲点的 有的用的没的用的大道理 但是我的视频上肯定多多少少都有点关于卡车 还有关于 在北美这个卡车生活上的小技巧 都是有的 那先讲人生道理吧 讲人生道理的 我就想说跟大家说 之所以大家看我的视频解压 我说那种感觉比较好 理由什么 就是我活在当下 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 昨天 是历史 你不可以改变 明天 是迷茫 充满未知 而你只有活在当下 才是给你 最好的礼 明白吗 这个有点深奥 好了 完了 大道理讲完给 今天 演示演示啊 卡车你买二手车好买新车好不管你做什么样的 4点 油 水 电 好了我们紧接着从油水气垫了可以检 检查一下 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我检查出问题来了 所以说呢 我又想给大家解 想跟大家 告诉人新手 如果你检查出问题来 你要发现是哪里的问题呢 怎么样 一步一步来 有 很简单 每次出车前 你要下地 就是你看你的车是不是 经常固定停一个地方 像我这种经常停一个固定地方 只要这个下面没有漏油 那说明我们的油基本上没有问题对不对 你也不用去揭开机干 对不对 那至于水呢 一样 检查下面有没有水 瞧下看一下水温表就可以了 那气呢 气就是最 复杂的 也是最头疼 对吧 但是气有个好处什么 你可以听得到 你可以听到你可以感 觉得到 那最后一个最复杂就电 有些人来电怎么搞 我不是说了 一回生二回手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期视频的时候呢 我就不知道他电路哪里坏了 我去哪里找人家修 人家说 人家就花了五分钟检查出来了 不好意思收我一个半小时还收我两个小时人我忘了 反正100多100多美金就没了 后来我也想了 那我就明白了 如果说电线呢 通常就是说在你连接口的地方 你中间那条线路是不会有事的 就是在于什么连接的地方呢 经常碰啊 经常瓜呀 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走吧既然说到这个经常怕经常放的地方呢 我就今天给大家 讲一讲 像我们这种 吹了也好像这种是像这种电器 像这个灯口 对吧他经常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这里面的接线的地方 然后我们再去看看后面那个地方我都给大家演示一下大家有可能就完完全全知道 那个接口现在什么地方什么容易坏 这就是灯 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盏灯啊 这是一个灯 他后面呢 靠着两根线连着 看着了吧 一根线两根线 黑线 是火线 什么火线 黑线正级白线是负级 白线连接的随便一个连接就可以了这因为这个灯盘就这样子 看着我这个东西可以滑动的 可是当我滑动这里头看到没有 哎就会碰着他 如果说我经常放在这里不管不在这里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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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线 当这个线断掉的是当这个线断掉的时候呢 哎怎么样 那这个 这个车灯 也就坏了 那所以说呢 然后呢再看这里面 这里面所有的连接口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容易坏的有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光线有点暗 但不管了就是所有的接线口 慢慢调整 所以说呢 这就是我学到东西 而今天我们这期视频讲这些吗 不讲 今天这期视频的着重给大家讲讲气 这气呢我不说了 卡车上的气 和小和那个吹了上的气 怎么来解决 首先呢 我们卡车和 卡车吹了连打 中间有这么多管管线对不对 而最重要的开门 一个是绿色的 就那个绿色的 带机就管了那个绿色的线 那是什么钱的叫电线 知道吧 所以那个就是电线不用管了 而这边离境我们这边的 这根的蓝线呢 叫 叫 就是 就是 就是你要踩刹车他会通过这个气管呢 传递给那个 吹了 告诉他我们要踩刹车了 而那个红色那个线呢 就是 就是当你把红色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呢 哎就给那卡就给你吹了通气了 所以说呢 你给吹了通气的时候你车就能走了 所以说红色线只要你接上这个红色的线 吹了有气了 那你想开车就开走了 但如果说你要说是 不接这个绿色的 不接那个蓝色的线 可不可以是可以的 是吹了可以开走 只不过你踩刹车给他去停的时候 你会听到这里 擦擦的冒气 仅此 知道吗 那所以说呢大家有点了如果说你 就是说要把这吹了拉拉5米的地方那你需要连接哪根线呢 电线需要连不需要因为什么电线只告诉别人我踩刹车了 那红那个 绿蓝色线 就是蓝色的气管需要连不需要因为什么我车头踩刹车能踩得住 只要他是红车 即使是重车我们开的慢也是可以的 那最后一点如果说你红色的西洋线我不接行不行不行因为红色的线不给他 不给你吹了送气的时候呢 是整个的 整个没办法的 来没有比较没有对比那就没有伤害这是我的车 我刚洗的 花了200200到 不洗的结果就是这样 我们都是从靠会回来的 知道吧 那看他的步伐 我对吧对吧 看他的你 对吧 你不洗这你我不是说了你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呢就会生气生锈 那你洗了之后呢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 但是我不说了 钱 赚了是用花的 所以说你们当你们开着一辆干干净净的车心情什么样也就是舒服了 来看我车里面 车里面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脚踩的地方这里头会比较脏所有你我都会在这里 而当你要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会 我就会跟大家说呢 只要从这里往后去 这就属于我的自己的私人空间了 一旦属于私人空间我不是说了 不好意思 拖鞋 简单不简单 那好了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测试你的刹车或者说你的如何测试你的这个气 是哪里的有问题 很简单 第1步 先把你的钥匙拧到欧文上 下面啊你到欧文上 欧文上之后的所有的意表还都会显示我们主要观察这两边的气 所以说的 我就把 这个弄到气压表这里 当你把这个压倒在看什么气压现在是多少 一个是100一个是 一个主腹气压 那一旦主腹气压有差弊了 有差有差距了有 你看我的负气压的是在100多一点而这边也是100多一点 现在的踩脚刹车看什么情况 起来一直在剪看到没有兄弟们 起来一直在剪剪到一定程度不减了 那大家现在说明有没有问题 只要你踩一分钟他气压不会骤降骤减就可以了 那现在说明了我们车的气压的是有没有问题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那好了 这时候的你大家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脚踩下去之后我这脚踩下去刹车的你看到没 我是这个黄色的按钮也没拔出来是红色的按钮也没 这两个按钮都是拔出来的情况下 而这种拔出来的情况下测试的准不准确呢 告诉你不准确的 现在我们把窗户打开 把窗户打开了这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如何去 一点点的测 所以说的这时候呢我们需要这样子如果你想测 那个 如果你想测自己这个卡车有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是车头 有没有露气的时候呢 大家记住啊刚才那种是不准确的 首先如果你要确定 车头露不露气 先要把这个黄色按钮按下去 因为我们吹的按钮是拔出来的 那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下就会说我们的 车 吹了不管只是给车头 把气送了 那这时候看我们的气压是不是低了 第一的时候呢把这个气压打上来点着火 自然冲气 这是大家看到我吹了ABS已经灭掉了那就好了 这时候呢把气压打上来 不要着急啊冲上这个气压很快上来 用不了多久 最少你要想测试的话最少要打到个120万 最起码过100 我的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视频结束之前我一定要把大家给教的都教会啊今天因为我的车有问题吗 我怎么发现呢我就给大家把这个过程的检查了说一遍 我马起来打到120 120了 那这时候呢120的时候我们干嘛熄火 熄火之后呢还是要把钥匙拧到温上 然后这时候第1次转圈呢你看 这个表第1次转转自检告诉你这个仪表盘是好的坏 从回来 回来之后呢打零肉在上这是现在的气压值 好吧 我们先检查车头看车头我们去所以要 检查车都是要把这个黄色按钮按下去 这时候呢按下去之后的干嘛 用脚踩着刹车踩到底啊一定要踩到底 包的气压会降一点现在现在降到了110左右 我叫点是属于正常范围内啊 然后我们要厚着一分钟 这时候干嘛 看看这气压降不降 另外呢 把头探出去 就像钢哥这样探出半颗头就丢了探出半颗头又干了 你要听声音哎后面有没有气啊 前面有没有漏气啊你要去听 古人呢喜欢听风 喜欢看 那真是一种 非常完美的感觉 我在这听了 外面虽然那个 杂音比较大但是我还是听不出什么噪音来 听不出噪音来回来再看看 我们家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说明我们现在车头漏不漏气 车头不漏气 那车头不漏气 那就把黄色的吹了 车头检查完了 那我们开始检查车尾巴就说现在我们车尾巴要连上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用说是你为什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我们要检查车的气压的时候我们会给汽车干什么打什么 打那个block 对不对 你把两个车来都堵上 车台车不会晃 可如果这种情况呀我们又不是 所以说我们又不是考试 所以说我们先检查车头检查车头学会了吗 就是把黄色按钮按下去 然后你再去踩下车 那现在呢我们来再检查这个吹了 如果说检查吹了 怎么连接 所以说要把红色的吹了按钮 按下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吹就我们现在的就给吹了供气了 吹供气的时候一定要先给他供一只儿气啊 给他供气 等他这个气大家现在可以听到那个声音 这个过程就是那个 这个过程中了就是 卡车的车胎的气压再给吹了的气压网络 传递 至于传递多久的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吹了是零气压的话通常需要差不多 1到2分钟吧 你看现在呢也是在也是在给呀 我可以听到声音的 好 简单这时候呢我们再给我们再把火打起来 再把火打起来打到多少呢还是一样打到100 120 这个时间有点漫长 但就是这样 但听到这个声音们这个声音一直在 没有说我卡车的真正我不是吹了那肯定有问题 不着急 我们把钱先打到120然后再说 如果说你这时候连切 120都打都打不到的说明什么吹了那连接的管子肯定有问题了对不对 我们因为现在的给卡给那个吹了的气 气箱里面充气 也对我们主卡车和付卡车这个冲气 好现在的气差不多冲到120了 然后呢我们拧到奥温上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听不 这时候呢我们的气那就冲板了 现在我们就呢 现在呢我们在听这个声音那就没有了 现在这个声音就没有了我们说了现在整整个的就把那个 吹了也有个那个AirTank的AirTank也满了满了的话就不会冲了吗差不多所以说有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你就这么个概念 知道吧 现在呢还是一样 还是如果说现在我们检查吹了怎么办呢 踩刹车踩到底 听到声音了没有 声音很大 知道吧我在把刹车送起来 大家想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好呢既然我现在跟你说就说 可是我们一踩他就会漏气 而不踩他就不会漏气 那说明什么原因 大家想想 因为我们不是说把红色按钮按下去了说明那个supply line就说红色的这个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我把红色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红色的按钮按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红色的线呢就会通气 给吹了里面同事 现在我们给吹了冲气的时候呢全部都没有问题 那说明这个红色的管呢没问题 可是当我们给那个 一踩刹车的时候这个叫 一旦给你 一踩刹车的时候呢 有不漏气了漏气非常严重 而这种漏气非常严重呢 基本上就是 管子肯定哪断了 要不然你看看 吹了的 4条管一共 吹了后面有4个 对不对 有4个 你看你吹了的4个 有没有坏 如果是那吹了的 坏了可能最大 那首先第1点你要检查什么 检查这个蓝色的管线 是否有所损坏 大家可以看到了 已经完全可以看到里面是完全断裂了 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理由很难 找个人帮哥哥才叫刹车 至于是哪个妹子帮哥哥才刹车 那就不告诉你 行了 现在问题发现了发现问题分 首先我不说了 分析首先是要发现问题 发现什么问题来漏气 分析问题经过了我刚才的一顿分析 是哪里哪里漏气对不对 然后呢看到一个问题就修一个问题 最后能说什么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什么办法 大家说是换个管吗还是修这个管呢 我决定 修这个管 而至于怎么修呢 刚哥下期视频 给你演示 好不好 因为毕竟说了20分钟了 废话不多说了 在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下期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修那个管 是修啊不是换 如果你换一下那个管差不多三四十美金三十十加币的样子 我一直想买个非常好点牛逼管 但是就是买不到 那接下来呢 忽然间发现了一个问题 牛逼牛逼安泰特 我靠安泰特 这是哪里的 新元轮胎集团有限公司啊 来 我为我们的中国轮胎 点个赞 要为祖国感到骄傲要为祖国感到自豪 小朋友们 下期见 拜拜